一口气 看完北宋王朝167年历史 公元960年 霍州将军赵光印在陈桥发动兵面 皇后加深 建立宋城 实称北宋 961年 宋太祖甲借喝酒之名收南兵权 实称非九世兵权 963年 宋甲借到京南 李处云帅数千骑兵席战江陵城 高级冲被破头下 京南平 实称宋平京都之战 九六五年 丁马都部署王宣兵与部署刘廷让等 奔律军两度合击 攻灭后蜀 史称宋灭后蜀之战 九七一年 宋太祖以攀美 尹崇科 王继勋等三人 率领军队讨把南汉 同年 平定南汉 九七五年 赵光印派草兵攻打南汤 南汤后主李玉开诚投降 同年 宋太祖暴毙 其帝赵光印继位 始为宋太祖 史称竹鹰独生 九七八年 宋灭五月 统一南方 九七九年 宋太祖赵光印率军攻灭北汉 同年 征战辽国 但败于幽州外高粮 九九三年至九九六年 离顺 王小郭起义 九九八年 宋太宗去世 赵恒集位 视为宋真宗 九九八年至一零零四年 宋真宗必经同志 经济繁荣 编冒红火 共同通达 税收不足 北宋的同志 日益鼓鼓 只称贤平之志 一零零四年 辽国南亲 宋辽签订禅渊之盟 宋辽两国百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士 1022年 宋真宗去世 年仅十三岁的赵真集位 视为宋仁宗 1038年 李元昊建立西夏 1043年 半仲言开启庆礼行政 1044年 宋 西夏庆礼合一 宋美年赠西夏博言等物品 西夏称臣 1063年 宋仁宗去世 赵蜀集位 视为宋英宗 1066年 司马光写资质通鉴 1067年 宋英宗去世 赵蜀集位 视为宋仁宗 1068年 黄安石以发展生产 富国强兵 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开始改革 史称黄安石变化 1081年 宋仁宗征伐西夏 结果遭到惨败 1085年 宋仁宗去世 年仅九岁的赵蜀集位 视为宋哲宗 高太后垂帘听政 并废除新法 恢复旧法 史称原有更换 1094年 高太后死 宋哲宗亲政 恢复新法 与西夏战争收复部分是敌 1100年 宋哲宗去世 召集集位 视为宋徽宗 1119年至121年 邦纳 宋江起义 1125年 北宋连金灭辽 同年宋徽宗帐位 宋亲宗即位 金国开始攻打北宋 1127年 金军攻破都城东京 宋徽宗和宋亲宗被金人捕去北国 指称靖康之变 大量赵氏皇族 后宫非平与贵清 朝臣等共三亲余人 北上金国 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灭亡 后续康王赵构建立南宋 点开主页就能看哦 看到这里的点个赞 %%&% %&